那现在这个Tomcat都装好了,我们刚才认识也OK了,不过现在呢,在做实用之前呢,我就先把那个Jump后面换回来吧 不然我这个Tomcat的机制都跑不起来啊,那个Jump后,这个是解决,确定,确定,确定 好,那我在这呢,把这个Tomcat跑起来,不过呢,最新呢,我现在就不运行这份Tomcat了,因为这份Tomcat呢,我现在就是把它放到足够铁 建议大家呢,未来就不要把那个Tomcat放到中文入境环境下,那你应该学会归类一下,所以我可以在地盘呢,就写一个叫什么 叫SOFAR或者叫SOFAR之类的,叫外部SOFAR,就直接把它放上去了,你不要放上,看 看,我直接就是你这个方子,这个方子跑起来,那跑起来呢,你在这呢,现在网问,网问 回说,OK,Tomcat正常运作,那接下来,这Tomcat呢,装也装吧,这目录也接上了,那接下来就说一说,怎么用,或者就说它有什么用呢,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示的是,如何把一个项目发布到, 那说的是项目,其实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文件,其实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文件,那么说它的需求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能让其他的电脑访问我这台电脑上的资源,举个例子,我等一会就有个韩服听音的, 那找一下,我这有个叫ASML02,然后,我看见这个,这个,就这个,我把这个改一下,这个叫STU, 那现在,我是在B盘的,ASML02下的,ASML02下的,ASML02, 我现在呢,打算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打算做什么呢,打算在浏览器里面呢,访问这个ASML02,怎么访问呢, 你知道吗,那还用反应吗,拖过来一楼了,是不是拖过来一楼了,是不是拖过来一楼了,我自己的电脑,我肯定能干净上,你的电脑你怎么办,你上哪儿拖去,你肯定拖不了,那现在呢,就要求另外一个人呢,他想在他的电脑里面写一个入境,然后就能把这个STU显示出来,再看了 那么说,完成这个动作,可以有三种解决手段,在这写下,要想做这个事情呢,总共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拖费这个文件到,万法媒体上的下方,就直接把它拖费过去,那我呢,再看, Ctrl C,拖费放到我的TOMCAT,WAP的BPP,开始底下,就忘记了,写DV2,那DV2我怎么访问他呀,在浏览器里面,8080报告,后边跟上,GOM,STU,点上,能不能问问大家,这能不能问到吗, 这能不能问到,那怎么能不能问到呢,就是,8080报告这里面,最应用的是什么呀,Rooter这里面能不能问,那如果,你想在这里面写的话,你可以见到我给你讲,或者是我就那么写,那现在反问不到,即使你把这个丢进去也反问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TOMCAT,没重启, TOMCAT是刚才重启的,刚才重启,它是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的,你后面才把这个东西放进来,它能知道有这个东西吗,不知道,所以把它关掉之后,再重新运行,在WAP HPS下有的STU点,才能直接刷一下, 出来吗,出来吗,这回是真不出来了,这回是真不出来了,但是8080已经出来吗,能出来,那我这回怎么办呢,你可以把它做到Rooter里面,或者是,接用一个环境夹,把它装起来,比如说我就叫I know了, 在关掉头看呢,再跑一下,再跑一下STU,在这里呢,那我这怎么办呢,然后, 然后 I can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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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说 有吗 有 少老师 一定要借个文件夹吗 它其实 把 web app 下面的 每一个文件夹 看的是一个 项目 不是独立的文件 那我真的不想借怎么办呢 这是 把它丢到 root 丢到 root 里面去 丢到 root 里面去 我再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找找病 然后重新词到奥别提 接着回来 注意看来的 在这刷新 还是能访问 不过这个地方访问的时候 访问的是 还挺到里面的 对不对 现在我不想访问 我想访问的是 root 里面的 那在这地址里面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localhost 8080 localhost 8080 然后 杠 然后 ltu 点上 能出来吗 那么 这个地方 8080后面 不跟上什么 都不存在 其实对应的是 root 这个项目 好 在这呢 给大家提供的地址 手段 好了 靠背键的文件 放到 外围屏下面的 root 底下 就是大写的 在浏览器里面 在浏览器里面 访问 i can now 然后 口碑 文件 放置到 这个文件夹中 那么说 访问 它的图定 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拿过来 在这 在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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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 fnl 那 其实 前半段 这个地方 多说一下 这个前半段 其实 对应的是 到 我们的 这个 wapp 下边的 root 如果你 写了fnl 那就代表了 如果写来的话 这个对应 是 web app s 下边的 i can now 这是咱们的第一种 手段 当然 大家现在也可以访问 i can now 如果是你们访问的话 怎么访问 你可以在地址栏上面访问我的一个 i can now 你就不能写localhouse localhouse localhouse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 本机 这个localhouse 对应的是 本机 地址 那你怎么好呢 你肯定得写我的IP地址了 我认识 肯定得写我的IP地址了 肯定得写我的IP地址了 你先来跟着 写下这个IP地址 你们就能够讨论 这个IP地址 我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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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192.168 192.168 37.48 37.48 还有一个8080 一样 因为8080 它代表的是找谁啊 找通看的 8080对应的是通看的这个软件 在你这台电脑上的端口 明白吗大家 这里应该是8080 默认情况下 是8080 就好比大家给数据库的时候 要跟三大理由 好 那8080 下面 下面 stu. 这也能够讨论 你跟上IP地址就能够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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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